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免礼的信仪同在 功读圣马古福音 愿主与光荣毁L September 23,31 那时候法利塞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精师 聚集在耶稣跟前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不洁的手 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拘手仙人的传统 在禁师以前先要仔细洗手 从市场回来也要先沐浴 然后才吃饭 还有其他许多按传统所拘手的规矩 例如洗杯洗壶洗铜吃等 因此法利塞人和经师们 则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仙人的传统 竟用不洁的手吃饭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伊撒伊亚指着你们这些 为君子所预言的针对 经上记载着 这民族用唇舌尊敬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尊敬我也是恍然 他们把人的规则当作教育去教授 你们只知道拥守人的传统 而离弃了天主的洁明 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我说 也要明白 从人外面进入身体内的不能污秽人 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一些邪念 淫乱 怯 怯 凶杀 奸淫 贪心 邪恶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欲望等 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并且能使人无悔 这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读经环绕在一个主题 这就是法律 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 还有教会的这些法令教导呢 如何的在我们教友身上实现 还有如何的去遵行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读经一在生命纪 所以我们看到了 每一次像以色列人颁布法律跟规律 以示呢 说你们要聆听 我教导你们的遵守的法令 这样你们才能进入天主赐给你们的福地 所以法律第一点就是要聆听 然后要我们送读的 然后把它宣布出来的 在我们的教友 在我们的弥撒里头 读天主的声言 就是宣布天主的话语 所教友的呢 务必要聆听 这是很重要 于是呢 在读经二 我们在看到 这个雅各博书 也讲到关于法律 讲到这一些天主的这些实践 要如何以一个顺服的心 接受那在你心里的道 不但要聆听呢 还要实现 还要实行 要付诸于行动 不要紧紧聆听 却要不要欺骗自己 自欺欺人 在天主的面前 要保持纯洁 保持千禁 要照顾患难中的孤儿与寡妇 保持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 所以行动很重要 要我们法律的本质呢 不是只是守十戒 或者是来教堂 做教友的 要守大小灾之类的 这些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呢 就是关心 患难中要照顾的这些 孤儿跟寡妇 这两个族群呢 在旧约圣经里头 是属于贫困的 是属于无助的 他们无法自己 照顾自己 或者是无法能够 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呢 是要受到保护的 没事的这个法律呢 是照顾弱势的这一群族群的 所以呢 我们做教友的也要照顾 在生活当中 不只要守好我们的教会的这些法律呢 还要爱天主 爱我们的敬人 如我们自己一样 这就是我们做 我们守法律的本质了 那为什么这些法利塞人 经师受到耶稣的这个斥责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法利塞人守的这些法律呢 要求所有的人呢 吃饭之前要先洗手 不只要先洗手呢 而且还要把吃的这些碗啊 碟子啊 壶啊 这些全部都洗净 这在梅社的这个法律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们从小到大 父母亲也有教导我们 吃饭要先洗手 对不对 这是普通的常识 然后普通的卫生 在学校幼儿园 然后从小到大 老师都会教学生 然后小朋友们 吃饭要先洗手 然后上了厕所 玩了之后 还是要先洗手 不然呢 吃下去肚子 这些肮脏的这些食物呢 就要拉肚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守这些规矩 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背后的这个本质 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 要这样子的守规矩呢 其中有一个政治因素 他们的原因呢 就是在他们进入福地之后呢 必须要跟许多的不同的族群 混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 如果没有跟这些族群 划清界限呢 很大的可能 通过婚嫁 通过任何的习俗的这些习惯 他们很快的就会跟着其他的民族呢 去拜邪神了 而不是全心全意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所以呢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因着这样子的 实守法律规矩的这些 这样子的行动呢 他们忘记了 法律真正原本的本质 就是去爱我们的近人 如爱我们自己一样 就因着这些群法律赛人呢 利用这些规条洗手 还有洗气米的这些规条 来要套耶稣 要希望要能够斥责耶稣 这样子的行动来说呢 就知道他们已经离天主 离正道是很远很远的了 所以呢 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呢 不是从外面吃进去的食物 让我们污秽 而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这些邪念 邪恶 这一切的一切 贪心 奸淫 凶杀 嫉妒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心态 对不对 谁不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 外邦人也好 是法利赛人也好 天主教徒也好 还有不是天主教徒呢 我们同样的都会犯这些这样子的 从内心里头出来的这些邪念 我们都需要救恩 都需要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活 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 所以呢 不是这些食物 吃进去的 肚子里头的 肮脏的这些食物 会让我们最多排泄出去 对不对 拉肚子 然后泄肚子完了之后呢 肚子就会好了 而是从我们内心 我们只要好好的自信 我们的内心出来的这一切念头 是不是天主爱天主跟爱世人有关 那很多时候守教条 守法律 我们天主教都有教徒 我们都会守法律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听到教友的 特别是一些好的教友 就会来问神父 办告解 告诉神父 神父我礼拜五忘了守小斋 我跟着朋友 跟着其他的邻居出去吃饭 结果就忘记 说这个是礼拜五了 于是呢 点的都是肉啊 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我们不可以吃的 所以呢 犯了很多 犯了罪 那很多时候 神父也要问 为什么教友 礼拜五要守灾 是很多时候 做教友的守灾呢 是为了要减肥 有没有 或者是为了要保持身材苗条 或者是为了要健康 健康 不要少吃肉 要多吃菜 很多时候呢 这样子呢 弄到来就去吃海鲜 对不对 变成要去 有的时候 礼拜五不可以吃肉呢 就去吃螃蟹 我们去享受一下海鲜 那就失去了我们守灾的这个原本的意义 所以呢 礼拜五 为什么守小灾 因为是耶稣受苦受难的这一天 做教友的有必要 克制自己的口欲 这一切 这些事欲都好 能够感受一下 跟耶稣一起走这一段 刻苦的十字路 十字架的这个苦路 所以呢 守住自己的口舌 守住自己的这些欲望呢 是让我们能够更能够靠近天主 更能够领受天主的恩宠的 所以呢 绝对 守灾 绝对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更不是为了要减肥 那是非常错误的 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守这一些法律 这一些规条 教会的这些训会的时候呢 让我们也了解到这一些法律背后的本质 让我们不要像法利塞人那样 我们把我们分内应该做的都做好 然后呢 就开始彼此评论其他的人 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那个 那是耶稣所斥责的 让我们能够回到法律的本质 上爱天主 下爱世人 如我们爱 我们的世人 如爱自己一样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但要接近自己 我们的饮食 也接近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的心中 不要只是贪念 然后邪恶 这一切的一切 让人污秽 让我们从心里 爱天主 爱灵人 跟爱自己 让我们的心里头呢 能够散发出 这是爱 让我们遵守法律 上爱天主 下爱世人 下爱世人